演员的职业 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它比较有意思就是 它可以通过去塑造不同的角色感受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我后面选角色会根据自己当下的一种感受 然后自己最近的一些想法 然后看跟这个角色契不契合 然后去感受当下的心情的另外一种人生 太重要了 因为我每天开工收工 然后有时候经常晚上要坐夜车或者是赶长途都要坐车 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伙伴 你的安全你的舒适都要交给他来做 你刚说那些我都注重 对它的性能它的颜值它的舒适度都会还挺看重的 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融合吧 也是我觉得特别是经典的车 然后它勇于去突破 勇于去做出一些创新 我觉得是件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真诚吧 我觉得操控感感特别好 然后其实坐起来也非常舒服 刚来的路上我都睡着了 坐图根AirPro 然后它那个空调里面一进去 它温度适宜 然后它透露出来的清香感 就非常的舒服 我知道它是个油车 但是你光去看它的外观 你会觉得像一个电车 对它非常的有科技感 有一些未来感 然后你进入它的内饰之后也是 它跟电车有 我觉得不输电车吧 它整个里面的科技感 它的 它里面的 整个舒适程度 包括整个座椅的支撑 不管从舒适度 还是智能化 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 粉色猛男粉 粉色 其实我最喜欢是蓝色 因为它这个蓝色很特别 它里面有贴入一些金属的质感 所以它感觉非常的运动 然后也非常的扎实 我个人可能会喜欢更运动一点 那个带网状的那个 我个人会更喜欢一些 嗯